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集说到 刀羊在表演中失败摔在了台上 于是他许愿能有一丁保护头部的帽子 为了刀羊 仲羊特地去观察灰太狼的举动 均以失败告终 究竟小羊是否能成功地做出 令刀羊满意的帽子 小朋友 快来收看 刀羊的神奇狼帽下集 刀羊的神奇狼帽下 好饿呀 要是有羊 羊 等等我呀 懒羊羊 灰太狼那帽子真的很坚硬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大家跟我走这边 糟了 梅鲁哥走了 别跑了 亲爱的小羊 全都不许动 一颗小玉石就想打倒本大王吗 灰太狼的帽子真的好坚硬啊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到 灰太狼的帽子呢 我有办法了 扫描仪可以帮助我们复制 灰太狼帽子里的数据 但你要千万小心行事 知道了 村长 老婆 我们终于可以在这吃个饱了 两位是来在家美食节的吧 没错 听说可以免费吃个饱 对 但有一个条件 进场必须把帽子交给我们保管 包包大人他也戴着帽子 你怎么不去摘他的呢 哦 包包大人头上长了个质 是特殊原因才允许戴帽的 那我头上还长个包呢 展开 展开 对不起 对不起 把您的帽子弄湿了 不用 老公 给你拿的 谢谢亲爱的老婆大人 这可怎么办呢 看来得出绝招了 有了他 灰太狼一定会脱帽的 热得不行了吧 村长 什么事 你看看那边吧 还以为鸡晚上可以开婚呢 小羊的发明 我想到捉羊的办法了 没想到这么顺利啊 没想到这么顺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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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村长 这顶狼帽子已经升级到第十代了 第十代 嗯 哼 嗯 啊 嗯 嗯 嗯 只有一个羊角 就是说我们之前做的是第一代呀 小姨处真的没有出错 只是数据没有更新而已 你们看 哦 哦 嗯 嗯 嗯 啊 啦 啊 啊 我要抓羊给老婆吃 我要好好的养育小灰灰 成功了 原来灰太狼的帽子是用他的爱心和毅力做成的呀 这太简单了 这些优点你们都用 那我们赶紧坐吧 咱们完成了 小一楚 你怎么了 小心哦 小羊想我了吧 回来 怎么帽子会帮我们戴到这 西洋洋 你想不到吧 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那天 我抓住你们的机器人 不但在里面输入了自己的数据 还把抓羊的程序 也一块输进去了 都怪我没有检查清楚机器人 村长 这不是你的错 别废话了 现在你们都赶快到我的肚子里来吧 我不要做狼的晚餐 怎么会这样啊 我一定会回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将仲阳的爱心与毅力也缝进了帽子里 危机关头帽子感应到仲阳的心意 反过来攻击灰太郎所以 怎么回事 死呢 好 好 好 你 好 好 好 刀羊前辈太威风了 小意思 前辈 你之前为什么那么怕头顶食物这个比赛啊 说来话长了 想当年 慢痒痒接着我 等一等 原来是刀羊前辈有了阴影 害怕从半空中跌下来的感觉 所以就不能专心比赛了 你们都误会我了 当时我是跑去拿气垫了 可是我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掉到地面了 慢痒痒 我误会你了 老道 你知道真相就好 村长万岁 大阳万岁 低调低调 开饭啦 慢着 先别半奖 想拿奖 就先接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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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读它 珍惜它 换街靠到家 啦啦 路啦啦 啦零啦 路啦啦 创造它 形成它 感觉多美严 转一转一起 风一放 转一转一起 跳蹦蹦 彩虹般的梦 白变小彩虹 白变小彩虹